好 緊接著我們就要來關注的是政壇焦點了 首先大家就在想了 最新的這個兩岸關係民意曝光了 大家都在想說 到底有沒有可能呢 就是之後2024 無論是有沒有政黨輪替 這個兩岸之間的氛圍跟關係 會不會起了一些變化 我們是來看到聯合報的一個最新民調 對於台灣前途的主張 大家的想法是什麼呢 好 如果您來不及在聯合報這邊投票的話 您也可以在我們的中天聊天室 跟我們一起互動 來 首先是儘快獨立 維持現狀後獨立 以及永遠維持現狀的比例 我們看到永遠維持現狀占了57% 等於說在聯合報的民調當中 過半的民調 過半的民眾認為說 不如還是維持現狀會比較好 因為現在其實沒有什麼不好 這是聯合報的民調 另外是希望趕快獨立的占比13% 維持現狀後再獨立占比13% 那麼對於兩岸現在的一個 這個經貿的看法 維持溝通管道到底有沒有這個需要呢 大部分的民眾85%都認為還是有需要耶 另外是兩岸經貿交流 到底該加強還是該減少 我們到底該不該跟對岸持續的互動呢 40%的民眾認為還是得加強耶 因為其實就在隔壁 兩岸的經貿不可能永遠不交流 甚至也不可能減少 那麼到底該怎麼辦呢 我們現在台美之間其實也有一些關係 其實會隨著這個選舉的時候起了一些變化 那麼大家就在想啦 那未來兩岸的關係跟台美之間有沒有可能 有建交的可能 NIT的處長孫曉雅就輸囉 美國長期以來遵循的是一個中國政策的原則 那這也是基於美國跟台灣的關係法 美中三個聯合公報和六項保證 其實他也是根據這個 其實從這個以前的處長到現在的處長 前後任他們都認為說是一個中國的這個政策 他們的態度還是跟過去是沒有改變的 那麼這個榮譽教授趙春山他說 過去呢不管是李登輝陳水扁 還是馬英九的時代 這三任的總統都是有兩岸的密使 執政者呢應該要建立類似的管道 你才可以促使兩岸的經濟 還有其他的發展的可能性 那大家也在想囉 那這樣的可能性到底會維持到什麼時候呢 因為剛才有說嘛 過半的民眾至少在聯合報之間的民調 他們是認為說希望可以維持現狀的 而另外還有49%的民眾喔 是不滿總統蔡英文 在這7年來處理兩岸的關係上面 他的態度是讓民眾不滿意的 那對此立委賴士寶就說 綠營的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他到現在都還隻字不提中華民國的憲法 那他既然是身為所謂的台獨金孫 那這個標籤他是怎麼撕都撕不掉 那這樣子會不會讓兩岸變成一個 他的這個氣氛方面 會不會在2024之後 還是會持續的可能走下坡 或者是兩岸之後 如果是賴清德當選 有沒有可能再也不交流 關係惡化呢 持續來聽聽 台獨是兩岸最大的變數 賴清德是台獨的金孫 他就是台獨 不管他怎麼講怎麼扯 他就是台獨 台獨絕對是兩岸最大的變數 那你可以看到相當高的比例 對台灣民眾希望兩岸對話 台獨卡在那裡怎麼對話 沒辦法對話的 那我覺得說現在其實賴清德 他沒有辦法去澄清自己 到底是不是要什麼樣的路線 不是要跟習近平吃飯嗎 那對比之下 侯友宜是不是兩岸的路線 比較明確一點 侯友宜很清楚啊 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裡面其實是 一種中華民國包括台灣地區 包括大陸地區 這是憲法一種 可是賴清德要選中華民國的總統 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 要選中華民國總統 他自自不提中華民國憲法 自自不提憲法的東西 這是非常奇怪的 所以他態度怎麼撕 還是撕不掉的 好 既然這個台獨金孫的標籤 是怎麼撕都撕不掉 那他的態度也讓大部分的民眾 是無法接受 那我們就要來看到了 大家就在問了 那如果真的 這個台灣跟這個大陸之間 發生了一些政治的變化 或者是也就是說 如果真的打起來的話 對於美國是否會派兵協防 那我們來看到大家的這個民調 其實去年跟今年 欸 態度大不同 認為會的民眾 在111年的民調是40% 認為不會的是46% 那今年的民調認為會的是48% 認為不會的是40% 但是現在我們來看到的是 真的有可能嗎 我們可能 有沒有可能只是因為美國 利用台灣作為一個棋子呢 這是根據呢 這個退役中將張彥廷的說法 他說美國利用台灣作為棋子 來故意消耗中共的國力 如果兩岸真的開打 美國會以烏克蘭的模式 打代理人戰爭 也就是說這個戰爭 不是在美國打 在哪裡打 對美國來說都可以 宛如現在的烏俄戰爭 有沒有可能是烏俄戰爭的翻版呢 美國跟烏克蘭有邦交 都沒有出兵囉 這個戰爭就是在烏克蘭的境內 還有這個俄羅斯裡面打來打去 那有沒有可能 如果台灣真的跟大陸發生戰爭 我們跟美國根本沒有邦交 又怎麼會協防沒有邦交的台灣呢 欸 我們這個張中將 他其實講的話 我們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想 台美之間是沒有建交的狀態 那如果真的兩岸打起來了 他真的有可能會真的來幫助我們嗎 這個戰爭不是在美國打 有沒有可能對於美國來說 無所謂 其實都沒有關係 他的目的只是為了消耗中共的國力呢 那麼現在這個賴清德 他有說嘛 就他訪美期間他提出所謂的3D策略 比如說像是嚇阻對話 還有緩解局勢 那麼也投訴華爾街的日報 那麼有拋出和平的四大支柱 但是如同剛才立委所說的 台獨金森的標籤是怎麼撕都撕不掉的 尤其現在美國聯邦政府 現在也說有再度的這個警報 再度解除 像是拜登呢 在美東時間9月30號 在半夜的時候 就有簽署了一項 國會通過的短期撥款法案 可以暫時維持聯邦政府運作45天 一直到11月17號 但是有問題的是 這個法案會犧牲的是烏克蘭 以刪除援助烏克蘭為代價 所以等於說 就像剛才的這個張中將所說的 如果台美之間都沒有邦交了 如果真的兩岸打起來了 他真的有可能會協助沒有邦交的台灣嗎 大家也可以好好想一想 思考這個問題 而對於北京跟華盛頓 正在正位這個習近平訪美鋪路 另外呢 10月也會舉辦APEC 12月中呢 還有這個所謂的日韓會談 那前立委郭正亮就認為說 每一件事情對於民進黨政府 其實看來都不利 那今年呢 是賴清德最倒楣的一年 我怎麼會這麼說呢 我們一起來聽聽 這個趨勢應該蠻確定的 就是現在孫偉東就是外交部副部長 跟這個康達已經見過面了 那接下來輪到何立峰 何立峰去美國 大概會見到商務部長Ramando 還有這個財政部長葉倫 我覺得就是在敲經濟共識 至少要有一些清單 不然拜習慧見面幹嘛 對 所以 現在目前大概都是朝好的方向在發展 比如說 我們沒有看到Ramando 對共和黨國會 要求制裁中芯國際跟華為 做出任何表態 對 那個共和黨那個國會那封信 是9月19號 就已經送到商務部了 商務部現在沒有任何回應 那這個我認為應該會 會有相當好的成果 那接下來就輪到王毅 10月可能要去美國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敲政治面 他應該會見到布林肯 也會見到蘇利文 那可能就會敲定 比如說美國就放手說 讓李家超也可以參加APP 我覺得這個恐怕是必要的 美國如果不處理 那中國大陸 也就沒有下台階 他怎麼跟你搞拜習會呢 對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講拜習會 大概 APP峰會是11月12到18嘛 對 那如果拜習會是順利推出 而且有一些交集 那12月就是中日韓 所以事實上整個都是連在一起 那這裡面每一件事情 都對台灣不利 對民進黨政府不利 對 非常明顯 所以我真的覺得 今年就是賴清德最倒楣的一年 如果這樣你還非率還選不贏 對 真的只能怪自己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leaned折扣